敦达因终于道出林冠英受委财长的缘由 岛屿、达因接受星报访问时强调,林冠英并非首个担任财政部长的华人,而这项任命是与各方磋商后所达成的决定,人民应该因为林冠英的经验和知识接受这项任命,而非纠结于他的种族 显然,这项委任也是政治性的,但它对国家带来积极的影响,人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是认真的,愚蠢和滥权的人将不再有生存空间 图、档案照 吉隆坡四日训,敦达因认为,林冠英成功管理槟城的财务而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显示出新政府选财的条件是基于能力而非种族,对国家带来了一个正面的影响 显然,这项委任也是政治性的,但它对国家带来积极的影响,人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是认真的,愚蠢和滥权的人将不再有生存空间 达因接受新报访问时强调,林冠英并非首个担任财政部长的华人,而这项任命是与各方磋商后所达成的决定 人民应该因为林冠英的经验和知识接受这项任命,而非纠结于他的种族 达因表示,财政部长与经济事务部长的职责不会出现重叠的情况 经济事务部将取代首相署的经济策划部,EPU,经济事务部长将进行策划并确保项目有效执行,他将负责监督,财政部长则负责管理财务 扩展,马来西亚新内阁三名部长人选出炉,林冠英任财政部长 从左至右分别为财政部长林冠英,内政部长穆尤丁,国防部长莫哈莫沙部位 马来西亚新州日报 中国侨王5月12日电 综合马来西亚华文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12日,马来西亚新政府三位内阁成员人选正式出炉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宣布委任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为财政部长 国家诚信党主席莫哈莫沙部为国防部长 土著团结党主席穆尤丁为内政部长 据马来西亚新州日报报道 林冠英从宾州首长升级为财政部长 再次为自己正途写下新记录,成为华社最惊喜的消息 另据马来西亚中国报报道 除了公布三名重要部长职人选外 马哈迪还宣布成立一个资政理事会 成员有钱财长敦达因 国刑前总裁哲地 马石油前总裁哈山马利肯 大马首富郭赫年及经济学家佐摩教授 他也说 会成立一个领导人理事会 来研究及探讨各党出任内阁成员人选的所需资格 马哈迪承诺 将会在下周前 完成十位内阁部长的委任工作 这十个部门是财政部 内政部 国防部 教育部 经济部 交通部 外交部 工程部 乡区发展部 多媒体 科学与工艺部 扩展 将向首相建议发开摘节原住金 林冠英 驻逼新公务员迎开摘节 不成25日马新社讯 财政部 林冠英 说 该部将向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建议向公务员发放开摘节原住金 他说 这项建议是为了协助低新公务员准备迎接开摘节 这个开摘节 这个开摘节 有人问 原住金 但是我希望各位体谅 因为国家经济情况不太理想 林冠英今天首次出席财政部长月集会时说 该部建议上述原住金发给低职位的公务员 款额将由马哈迪宣布 我们尝试以身作则 我们不缺减公务员薪金 反之 内阁部长薪金减10% 这是希望联盟首次内阁会议中所同意的 我们要传达的讯息是 我国经济因为之前的纰漏和滥用款项而面对问题 他说 政府面对财务问题及国家债务 国家经济情况并非向人民所传达的讯息一样 然而 即使承诺与国家财务状况相抵触 也应该坚守承诺 林冠英说 他将在上任财政部长首周 整理国家财务报告和系统 有关报告将清楚说明经济基本原则 没有隐瞒 我们也要求著名评级公司 普华永刀协助我们进行这项工作